回忆杀嘛 就会觉得 所有自己以前听的歌 前辈们我的意思是说 我听过你们的歌很久 就是说 就是感觉会唤起很多回忆 然后觉得现场在亲眼看到他们演出 你就会觉得哇 前辈就不会是前辈 无论所有的整体的舞台感觉都特别棒 然后又在同桌的看到 看到所有的 就是以前自己看电影的那些 老师们就很紧张 所以我这么话多人 话这么密 话这么快人 在那个桌子上我一句话都没有说 因为真的很紧张 对对对 但是很开心来参加这个晚会 然后在上面唱灯火里的中国 又觉得很奇妙 就之前在春晚唱 就是就是一年 然后又接一年的感觉 然后再把这首歌再带回深圳 就又回另外一种感觉 感觉带着这首歌 然后让他来过了一个中秋节的感觉 感觉就是依然很热 感觉就是发现 这里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来的次数越来越多了 然后找的吃的越来越好吃 然后发现深圳有非常非常多好吃的东西 会感觉到一个叫速度吧 就觉得这个发发展的速度和每次来的感觉的 虽然每次来的时间都隔的不会很长 但是可以自己可以亲身会感觉到他所有的变化 以及他变变就变得越来越好的那个速度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感觉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亲身来感觉一下 对这个我自己做非常非常年轻 然后非常非常有魅力的城市 印象深刻就是为什么我在那张桌子一句话那么有 是因为他们都在说广东话 我太美啊 我真的 就这一句 已经用完了所有的广东话的空存 所以就是我也挺想聊天的 我听不懂 加入群聊失败 对加入群聊失败 就是虽然我听不懂 但是完全就没有那种隔阂的感觉 因为就感觉像 就是感觉自己 像就是看着自己长大的就是朋友一样的 就也很亲切 哪怕就可能是 外地来的 然后说个他们自己的那个地方话 然后你觉得 挺好玩的 然后包括他们在唱起一首首歌 就那一下就是 天哪 梦回而始 对 每一位 每一位 每一位印象最深的应该是林子祥老师 就哇塞 那个状态和那个舞台魅力 你就在下面就是不停的 因为大家都 镜头都在就是都在舞台上 然后就在那边 然后就是 好 就我整个 棒 哇塞 这就是我在下面观看整个晚会的感觉 对 祝我们大湾区的朋友和所有的朋友们 中秋节快乐 然后荷家团圆 天天开心 永远开心